電燈一關準備睡覺 有的人一覺到天亮 八百個鬧鐘都叫不醒 有的人翻來覆去就是睡不著 原胸有可能就是棉被 人的眼睛可以看見顏色 皮膚也可以感知顏色 棉被的顏色可以透過皮膚刺激大腦 因此選對棉被色系很重要 白色跟灰色色調的顏色 其實對一般消費者來說都可以接受 有睡眠問題千萬不能選 大紅色跟金黃色 容易讓人興奮 精神緊張 壓力大 聯想到我們的血液 對 那血液其實就是 會有一些危險的訊號 藍色是冷靜的顏色 有鎮靜舒緩焦慮作用 橘色可以讓人保持愉悅 是老年人的首選 綠色和白色讓人放鬆 可以促進睡眠 是醫院和飯店的標準配色 所以說白色通常就是 讓我們直接就是像 在度假那種感覺 那相對我們就是很輕鬆很放鬆 病人需要放鬆休息 醫院病床幾乎都是用淺色系為主 飯店走度假擁懶風 白色聯想到純潔有平靜的作用 放假休息一夜好眠 一般我們都會比較挑選大地色系 如果太刺激或是彩度太高的顏色 就比較不建議 有失眠問題的人 專家大推大地色系 低彩度又融合大自然 可以起到放鬆的功能 失眠因素白白種 棉被顏色也有影響 調對顏色 睡眠品質大大提升 記者蔡商集郭宜珍 高雄報導 每到假日轉運站 旅客總是大排長龍 等待客運搭乘前往中南部 或是最熱門的宜蘭 因為客運經濟實惠 是民眾搭乘的首選 但是客運業者基於成本的考量 未來要漲價最高30% 我們也不奢望說 現在以後條的票價 就能夠來彌補我們過去的虧損 只是希望說新的票價 讓我們業者能夠經營的下去 客運工會全聯會啟動檢討 包含燃料費 人事 廠站租金 以及車輛折舊等18項營運成本 客運工會提報的運價當中 短圖路線四排以漲價大約30% 中長圖三排以大約漲30% 四排以漲18%到19% 10月19號已經把提案送交公路局 以國光號為例 台北到台中全票320元 未來可能會變成416元 台北到高雄三排以600元變成780元 四排以落在708元到714元 來跟雙鐵做比較 以台北高雄來說 台鐵自強號843元 高鐵標準車廂1490元 客運漲價之後大約780元 已經直逼台鐵自強號票價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記得它好像漲價 就是很久沒漲價了 說實在的我比較不能接受 但是我可以理解 客運業者表示 疫情之後客員 其實有慢慢回來 但是漲價真的是因為成本壓力太大 國道客運已經17年沒有調整票價 客人是有增加的現象 但是問題是我們票價不合成本 所以我們債的越多賠的越多 公路局表示 已經收到客運全聯會提送的方案 調账的比例仍需研議 後續預計先送出審 最後提報交通部 政府能夠補貼多少差額 仍有待後續討論 記者林正堅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黑熊身體不斷抽搐 帶點氣喘聲 喘聲上下不停戰鬥著 一隻大黑熊怎麼會突然闖進山屋 也讓大家吃了一斤 我聽到有人在類似那個喘息的聲音 有點不對勁 然後他又在走到那個公寮的後方 發現有一個被用挖一個洞 然後他就嚇一跳 然後所以才跑下來報警 花蓮著西鄉著青春 常良領導一處公寮 19日下午遭黑熊入侵 林業署人員貨報前網 發現黑熊倒臥床板 全身抽搐急喘 急速的氣喘聲 只見黑熊痛苦難耐 不斷掙扎 已經昏迷 就上團隊趕到現場 給予鎮靜和抗點險藥物 再合力將黑熊綁起搬出公寮 研判是黑熊可能已經不舒服了 才進到公寮 至於植物是不是有啃食的狀況 會等到病理分析的時候 看胃的內容才做判斷 初步檢商發現 這隻公黑熊右前掌 曾有斷掌舊傷 年齡偏大 體重只剩60公斤左右 初步協檢顯示肝衰竭 肝植樹也偏高 不幸的是舊傷團隊 將他後送途中 最後還是不治 花蓮分署也已經將黑熊的遺體 送往病理解剖 亦釐清真正紫英 記者留給教李廷熙 花蓮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